训练有数的真暴犬在行李箱旁闻了又闻 接着趴坐下来,警示里头藏有危险暴猎物 或是万一遇到歹徒,在捷运上开枪怕伤及无辜 捷运警察就可以使用防暴钢叉来制服歹徒 2023台湾灯会从2月1号灯会市营运起到2月19号灯会闭幕 预估赏灯区捷运沿线国父纪念馆站、市政府站、中校敦化站、中校复兴站、台北101世贸站等站 将涌入大量的赏灯人潮 为了强化灯会期间捷运维安勤务,除了北捷增派精英保全人例外 捷运警察队透过缜密部署落实执勤,提升警力维安作为 台北市自今日开始举办为几十九天的2023台北灯会在台北的市营运 活动 活动一直到2月19日灯会闭幕截止 预估赏灯的人潮会大量涌进捷运站 整个捷运沿线国父纪念馆站、市政府站、中校敦化站、中校复兴站、台北101世贸等站 除了大量人潮之外,近期北捷也联系接获恐吓的信件 警方均迅速锁定IP位置,追气泛选之外 面对蓝鱼预测的突发攻击 那大众捷运系统安全的维护就显得格外重要 因此在登会期间 捷运警察队除了强化捷运的维安侵入之外 那北捷也征派这个精英保全的人力 那我们也特别像警察局申请刑警大队、特警中队 环恐为安以及保安大队以及新北市镇报全 共同来扶勤 呼吁这个捷运沿线辖区的分歧 对活动会场的周边全面的征收清查 防止这个相关的危害安全的一些恐怖攻击事件 捷运警察队表示将持续与市府各任务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对进入捷运系统之可疑人事物强化警戒 全力做好登会相关维安整备工作 另外因为捷运车厢与战场的封闭性 呼吁民众搭乘捷运时务必提高警觉 如发现不明物品或暴力行为时 可立即按下车厢内对讲机寻求将务人员协助 及时通报警方处理以维护自身安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戏